新北中和圆山公园 树脂地平因为长期滑动造成破裂 经过评估 整体修缮经费太过昂贵了 公所将先行补强的方式来修补裂缝 而新北市市议员也将协助明年预算编列 要给民众安全的游戏空间 中和圆山公园是新北市知名的游戏公园 园内有许多邮据受到小朋友喜爱 尤其是沙坑 但许多家长向新北市议员精锐龙反映 沙子受太阳直接曝晒温度过高 即使是午后也无法入内游戏 议员协助争取经费 在上方建设遮阳网 沙坑的时候全部小孩子 还有家长陪伴的时候 全部曝晒在阳光底下 这个会有晒伤的问题 而且当场有小孩子家长来跟我反映 说这个非常非常热 而且说是不是希望有机会来种几棵大树 那我说看一看整个沙坑的面积那么大 不可能去种植那个树木 那我就说严厉说 是不是我们做一个遮阳网 小朋友在没有阳光的底下之下 能很安心的玩沙子 由于圆山公园受到许多大小朋友喜爱 家长建议新建天幕型的遮阳棚 但经费过高 公所以尼龙材质为遮阳棚主体 材质其实就是尼龙的一个遮阳网的一个棚布 因为当初这个部分是以节省经费为主 不要让经费就是光建置一个遮阳网就要高达几百万 我们平常的时候都是会敞开的一个状况 让民众来使用 那台风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收起来 所以说它是一个可以拉伸式的一个遮阳网 那下雨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会就是看雨 如果说很大的话 我们还是会把它收起来 是没有一个没有防水的一个效果 现在即使是大太阳 小朋友也能开心的在沙坑玩沙 家长更放心在公园遛小孩 像做这个遮蔽的话 就是小朋友在中午的时候 其实好像在这边都还是有办法在这里玩 对 那现在他已经玩多久 让完沙玩多久 他玩多久了 他应该有一个小时了吧 他们其实都可以玩两三个小时没有问题 在亦元与公所的协助下 原山公园沙坑区设备升级 游戏品质提高 完沙不再受时间限制 我像一个小时的一样的一样的衣服